大家好,欢迎收看这里是滨海 在滨海有这样一所学校 它是首批山东省优质高职院校建设工程立项单位 是山东省高等教育技能型人才培养特色名校 培养了一批批优秀的职业技能人才 今天让我们跟大家一起走进维方职业学院 学院占地2000余亩 建筑面积75万平方米 现有教职工1100余人 在校生21000余人 教学科研仪器设备总值达2.99余元 图书馆藏书182余万册 滨海校区分两期建设 配有教学楼、实信基地、综合楼、体育场、风雨操场和图书馆等 学院设有10个二级学院 10个跨专业教学机构 45个高职专业 7个3加2对口贯通 分段培养本科试点专业 组建了9个专业群 学院拥有一支德高基金 专监结合的双师素质教师队 建有5名国家特制计划、人才和全国高等学校教学名师 建有40多个国家级省级教师团队和技能大师、名师工作室 拼请了270余名技术人手、能工巧匠等担任学院的兼职教授、产业教授 建成100余美国家省级在线精品课程、精品资源共享课程 4次项成果获国家和省级教学成果奖 学校一直积极参加各类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或省级以上奖项400余项 国赛一等奖36项 积极参加国家省级挑战杯、互联网加、科技创新大赛等创新创业竞赛获奖200余项 其中的一项挑战杯国赛特等奖实现了山东省高职院校0的突破 学校还一直致力实施产教融合、学岗融通、双融的人才培养模式改革 先后与维柴、海尔、戈尔、北七福田等800余家企业建立了长期稳固的合作关系 教企合作共建15个产业学院、办学23个专业 建成国家级、省级产教融合实训基地8个 国家级、省市级执教集团9个 通过学院牵头成立的维方职业农民学院、维方市退役兼人、职业教育学院等机构 为社会年培训各类技术和管理人才9万余人 学院领导带头房企托岗并通过红制住房、就业指导、就业帮扶、就业比赛等活动 提升毕业生就业能力 对就业困难毕业生进行帮扶 仅2023年走访企业507家 拓展就业岗位14000多个 提供就业岗位5万多个 毕业生就业率达到97%以上 学院与澳大利亚、韩国、俄罗斯等30多个国家开展合作交流 共建中屋贾斯协学院、老挝猪王工坊等5个海外技术培训中心 累计培养培养人员近万人次 述出课程标准、培训标准教材等15项 获批教育部德国来因数字创新赋能计划建设单位 立向未来非洲中非职业教育合作计划 汉语桥网络中文课堂 中文加职业技能教学资源开发等项目 招收国外留学生累计1300多人 新时代新执教新挑战 维方职业学院正奋力冲刺双高校50强 全力征办职业本科教育 努力争创全国文明校园 为教育强国和更好维方建设 贡献维职力量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